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第八届 曲州浪科杯中国围棋冠军赛的半决赛 刚才那盘棋是杨顶欣对陶欣然 基本上可以确定杨顶欣要赢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现场的对决画面 接下来要为大家讲的这盘棋是党一飞对许家阳的 这盘棋好像咬得比较紧看起来 应该说我们看到对 现场画面双方也是都比较临重 我觉得许家阳是今年江西队夺冠的冠军成员 而且最近状态也非常的好 他的棋很稳 下得几乎没什么破绽 但是像这样我们的新秀们 现在就缺一个冠军 他需要某一个大赛的冠军肯定自己 然后未来就不可限量 他经常能够进到八强四强甚至到决赛 那林门一角还欠些火候 这次许家阳肯定对这个南科杯也是有一个巨大的期望 没错 好我们先来看棋吧 这盘棋是许家阳之黑 拆迁之后许家阳的黑棋 挡一飞 挡的白棋 但其实呢就是这种下这种我觉得大赛的这种半决赛 其实双方都有都有压力 就看吧 看谁能够最后咬得住 对这个很重要 不完全是技术的比拼 特别是在胶着状态下 那种胜负处的那种攻守的那种感觉 或者说是你敢不敢拼 敢不敢动手 对这种抉择 其实很考验一个起手的决断能力 因为到最后时间都耗尽的情况下 双方都甚至独秒的情况下 依然难分伯众的情况下 那就是有时候就一面之间的事情 对没错 就比感觉了 就是有时候或者比勇气了 就是有时候胜负以外的东西就会出现 基本上其大概率其实双方应该都会非常的焦准 我们来看一看 也是高跳手脚 但是上盘是这样挑 对对对 他守在这边 但是白的依然是一个高挂 在这里就看出来 显然现在的冠军们认为高挂是比较稳定的一部棋 大概是这样吧 至少没有什么大的破绽 对吧 然后把黑棋接完棋就选择 没有选择那个夹击上一盘的 复杂的夹击就显然选择了一个脱退 那你既然脱退嘛 那就没什么好聊的了 那我就正常下了 拆二吧 然后把黑棋先拆 挂一下 然后小飞 然后再点 但是一个小的流程吧 这里点三三的话 白棋更多大的可能性 首先第一个可能性是不会挡这边 请我们说一下 他现在不太会挡左边 因为挡左边的话 很明确的是这个方向不太好 请我们这里也是注意一下 他并不是一个开盘的一个点三三 而是下面左上角进行了一个定视之后的 第二个角的点三三 请我们看到如果你进行这样的挡左边的话 很明确的是这个跳出来这个头会压制到你未来左边这个模样的发展 所以说世界冠军不会挡这边 他一定是挡在现在是挡在下边的 这是没有问题 但是挡完之后呢 怎么处理这时候就会有一个分歧 其实这个棋也可以长 长这个可以选择就简单长一下之后 走这边 走右边或者甚至肩顶更激烈一点肩顶的加 这都没什么不可以的 就是这样的话就会齐局往那个乱战的这个局势去发展 比如说我们再来给大家摆两步 简单随便摆两步 这样的话双方很明显在右边就会进行一个激战 对 当然了摆了还有另外一种下法就是实战 现在我们今天的党一非要党选择了一个稳健的下法 我们来看一个 他是搬了连搬先把这个实地给吃了 这里就是一个我告诉大家 这里就是一个你围棋中就是棋风风格的一个分岔路 就是说你搬连搬和长了拖先都是均壳的 这时候呢如果你喜欢进攻 喜欢走那个战斗的球 你就不要去搬连搬 但是如果你喜欢先拿时空 然后防守反击的球 那就搬了脸 那你就别尝了 你尝完这个时空丢了 把他吃了 对对对 你就先吃了再说 就这里应该是没有好坏之分 但是呢你唯一可以确定就是呢 你呃 你这样下了之后 黑的应该也会下到右边 就是你那个夹击肯定是夹不到了 就看你喜欢什么喜欢什么样的一个风格了 就是今天的话很明显呃打云飞是选择稳温打 实地先拿到手然后黑起拖 那就这个肯定是黑起的 对就是因为刚才你可以顶到嘛 现在人家肯定搬捏了 所以这期呃 不说好坏吧 就是啊 嗯 是一个选择问题 选择选择题吧 就是我们来看看实战 实际上的话选择这个 呃这里在打的话 它有一点不搭配 这期我们看 就大家可能最熟悉的这个定式 这定式现在的话跟它的 右左下的这个定式不太不太搭配啊 就是本来的这个 取式的这个定式 当然这也可以不压拖鞋 那现在拖鞋没什么棋可以下了 估计还得压 关键是这个棋 我们看到这个压跟这个八连班 有一点自相矛盾 嗯 所以说现在黑的白起 大概率不会选这个定式啊 就是说白了未来黑起分个头的话 因为这个八连班不在一个攻击的位置上 它是一个取实地 而右下的话明显是 白起一个取式攻击的一个姿态 对 两个一搭配呢 就有点扯了 对 互相在之间有点扯熟 所以说 呃所以说他也就临机一遍 选择了这个虎 没有选择继续这样压 这个搬了连班之后呢 我对这个棋的理解呢 就是你尽量不要围这块孔 我的感觉是尽量不要围这块孔 因为我后来发现 不管围到什么位置 他都有打入 对 这打入是很很显而易见 因为这个是先手 二路给大家听我们看 立在玩的情况下 这个二路路是绝对先手 然后你什么时候你都得硬 然后他随便这个地方怎么 很容易就出去了 怎么走一个你都是弄不住他 不 这他下这个取角 他就没想过要围这个边了 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他这样很厚 好像你可以往这边滑的 其实白起是一个以实地为主的一个下法了 他就不会太多的去思考 这个围边的这个事了 对 就是然后这里的话 如果黑系贴起的话 白的大概率是一个分头 是 左右逢圆去我们非常的简单 不管他猜哪边 你都有一个猜二可以想 是 对吧 你猜这边你要猜上面 所以说白黑的也提前尊敬了一个脸片 而且许家阳也洞吸了黑白起不愿意这样压的这个ET图 因为很明显这两个不搭配 所以都是高手的情况下 他发现他就暂时不用贴鞋了 全是你也不会压嘛 因为这番机你不会压的 他肯定是不会这样取势的 你压嘛你早就压了 取完势之后你 你还苦了常干嘛 这里其实也就给其友们一个提示 其实下棋的话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整体的配合 这个就是会比较重要 所以说大家会看到一些冠军们下棋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其友们会有疑问 为什么他会选这个定时 为什么不选那个 为什么不选大家都会的那个 其实一定是他认为这个场合 他的配置 不合适 整体的配置对不是很合适 或对他不是很有利 所以说他会选择一个对他有利的 甚至会下一个偏那个深屁的冷屁的一个定时 都有可能 就是他总而言之 就他一定是跟他这些对 棋盘上的这些配置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是第一个角 那你咋下都行 第一个角你随便下随意 就你什么定时都是可下的 对吧 因为他没有还没有牵扯到周围的配置问题 对 接完期就很明确 所以白白白的这么走之后 黑的也灵机一变 反正你也不会从这嚣张 他大拆了一个 然后白起拆了 下一步说是 下一个我觉得 你知道这怎么解说吗 虽然说下一步棋应该也挺大 但是 实在是不能给亲友们推荐下下一步 因为你这里是一个拆三 你再次去拆个一 虽然说这盘棋 就是稳达稳达沉稳的一个风格 但是说实话 就是我的感觉 就是这时候其实也可以考虑下这步棋 飞格也挺大的 那飞格是黑期必然进来了 那进来再说嘛 你至少这步棋 我不推荐给亲友们下 这步棋属于内力过于深厚 他可能有很多隐藏和后续的 后续的招法或者是隐藏的一些利益 但是从实际的结局上 我们肉眼看就是一个猜疑 首先这个指效有点低 虽然有无限的后招 但是我还是建议请我们下布局的时候 往宽的地方去下 因为这样的话 比如说像这步飞 我觉得会更容易把握一些 大家的把握程度会更加的清晰一些 请我们来下的话 因为下不棋很简单 你不离我我就接着走 对 不死你 他大概靠一个 不是不死 反正也欺负欺负你 对对对 你要硬一个 反正我现在有便宜 对吧 这事就很简单明了 比如说我们以后点个片 对吧 嗯 清晰对吧 就这个玩意儿 你说这部到底有多少后招 这玩意儿 对吧 很难去处理 旗友们 虽然说 党一飞下台 一定也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 但是 这部棋 我看到这部棋 还是不推荐给旗友们 我们看看就好了 你实际上下的时候 还是挑一些 大的 自己知道接下来应该是干什么的 就是大家往宽的地方下不会做的 就是一定下游戏简单的 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的 他贴了一个 虽然他 可以默认一个AB线和贴起来 他去扩张这里压制黑席的 呃 左边的发 但是黑席贴完之后呢 也限制了白 白旗下边这条边的发展 然后再把这个贴起来之后呢 两边都贴起之后 就这个模样是彻底就破产了 对 直接就泡水了 就白 而且他没打算为这个 看他的意思 他是打算 他就今天 呃 党一飞的 选择明显就是准备跟对方慢慢 是的 慢慢周旋 就是那个 就像那个 我们那个一个老爷车慢慢开起来啊 就是今天我们 他就没想提速 对对 他就是一个很慢丝调理的那个慢慢磨的一个战法啊 他擅长这个吗 我不觉得呀 对 其实我也想问这个你在我们我的印象中啊 不是这个我不觉得他是这种对对对对 我觉得许家阳是这种风格的 其实我正想说这个好像在我认为许家阳棋风更加稳健 对对他很稳健然后他后半盘扎实对所以说今天这个事靠 怎么感觉倒过来了 就是特别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三十四三十五再看三十八十五 我觉得大家应该很明确的 嗯 白棋总体就是一个手势嘛 嗯 就是防守然后轻销然后慢慢跟你泡 对对不让你成做大事 然后我也不想为大控 就慢慢跟你往后往后拖啊这些啊 不过最近我也没有看很多打一飞的棋 也可能他风格上有所变化 我不记我不觉得他以前 至少在以前我们的印象中 他应该不是这种类型的棋手 而且毕竟这步棋一个拆三再摆一个拆一 不管怎么说这个拆一的指销还是有点偏低 速度有点偏慢 嗯 而且这步两步棋来说呢 黑棋也是没有不满嘛 对 因为黑的总不可能去跳这边让你飞这个头 所以说能够贴到跟你跳这个大跳交换 他也是满意的 嗯 这个棋其实也被他贴起来了 刚才贴你是要分头的嘛 所以好点也都被举案给占了 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我觉得布局来说黑棋是成功的 嗯 像说跟胜负关系不大 黑棋还是军事 但是至少黑棋的布局 我觉得没有任何不满 对 是的 不像上一盘 上一盘直接崩盘了 一个局部就搞定了 咱们再看下一步 下一步也是针对你这个猜疑 进行 把你这个猜疑进行一个丑化 先签定 看你那个对吧 趁你的这个地方比较重复 再次的强化一下你的这个重复的效率 顶一下总好的 虽然脚上还是有千疮百孔 但是总比没有顶好 主要白棋他也不好意思不硬啊 这个 不你总得硬的 你就护过来 那你猜疑就没有用了 是啊 他先舒服一下 然后就顺势为控 就因为黑棋其实我们看 这版棋黑的也没办法发力 白的由于处理的 行棋的速度比较慢 而且快快骑都非常厚实 所以说千万千万 这时候不要冒险 贸然的去攻击这个子 因为没有什么收益 对 而且你一攻坏一定会往下跳 反而你的目数会受损 所以看起来 那这么一手嘛 就这盘棋就停不下来了 就是我们说老爷车 这个双方都在开车 这个车一开 对吧 就是昏昏欲睡的那种感觉就来了 就是短时间应该是难分胜负 就是一盘非常漫长的一盘功夫鞋 凡席走这儿 这下的人 其实我们看的时候可能不觉得 但是下的人其实是很艰苦的 我觉得 我看到42说实话 我觉得 我说你没看明白 这什么意思 他的42 44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思路还是有一点 有点拧是吧 按照道理来说 他应该是在上面处理 对啊 要不就封住也行 因为封住完下一步 这里一定是有棋的 里面就随便掏了 我是想着直接进去 别进去不知道转不转 主要他顶完之后 不知道 一定是能活 不活可以能活 就活完之后 好不好 对 就是不知道判断好不好 活可能 这就很难了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从 呃 思路上说 他封住应该总是一手棋 因为白的黑的跳出来之后 嗯 又手这个脚又攻这个子 你先封一步应该问题不大 嗯 而且那这边毕竟有一个 未来有一个模样 嗯 下面反正都这样了嘛 下面你反正之前也放弃了 对吧 就这个边就反正白的是死不了的 最多部分就这样了啊 黑的跳这个头 其实 现在就是至少目前来说意义也不大 你可以从这边过来啊 所以一定走这步的感觉 而且下一步这一定就能掏了 这里 只要你外面封锁了之后 里面就现在就 随心所欲了 这很现实的问题 如果可以白的 黑的古旗 白的眼 我觉得也就能接受 嗯 就主要是这步旗 大家看下这两步 下两步 主要是他跟他之前的这个初衷 有点感觉 对 有点腻 他又跑去下面去 我这个下面这 一条边 我刚才还说不能围 他早知如此年 直接飞的围 早间飞 你两边都被他贴起来 你再去围 感觉没有围的那么大了呀 就是 好像就多少少感觉有点别扭 这黑企业下的也够深呢 接下来应该就是简单处理一下 黑的就是 呃 就相当于知道你要围嘛 嗯 呃 我 我进去清销你 就是你 不管你怎么硬 我只要别以后别让你就搬头 对 围起来 就OK了 黑的应该是一个先手处理 下到这里感觉上白的有一点被动 嗯 或者说白的速度是不是太过慢了 我觉得 虽然说没有还没有落下风 但是总感觉特别是这个脚 如果以后你不出手的话 嗯 或者这个子被吞掉的话 那可能里面就没齐了 那黑企的效率太高了 那还是太高了 就算他以后 补一个其实也也很满意了 对 这个脚也很大 对 感觉黑的总体子效是呃 可以接受的 虽然有点薄 嗯 就这样为我们党一非二党担忧啊 看起来至少 嗯 而且我真的我的印象中 他不是这样的棋手 我也觉得他今天下的棋 他是一个比较 还是一个偏攻击型 或者说比较大气的 对对对对 比较有大局观的那种棋手 嗯 跟他的风格好像有点伪配 今天怎么这个老爷车开起来了 就完全大出预料 虽然确实啊 那个也是有一小段时间 没有去看他的 对我好像最近很少看他的棋 在我们的印象中 他至少不是一个功夫型的棋手 对啊 哎那种慢慢磨磨到过来 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棋手啊 对吧 在我们印象中 所以今天怎么会大变脸呢 也不知道是怎么部署 怎么计划的啊 相反他的对手许佳阳 我还是有印象的 对 许佳阳是一个 呃低低道道的 基本功特别扎实的棋手 没错 而且是一个 不紧不慢不着急的棋手 下棋只要你 你不去惹他 他可能也不会轻易的 动手的一个棋手 他很喜欢慢慢跟你 慢慢下来 嗯 就感觉有点 郑重人家的那个路线 对啊 那种感觉 不知道怎么 怎么去策划的 就是其实棋还是两分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两 这步靠 就我觉得就明显是 许佳阳这种 嗯 节奏就比较的理想 就因为琴姆汉这步靠 他最痛苦的一点 不是说 呃 他要达成什么目的 他关键就是一个 先手压制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你搬 搬我连搬 哦 上班啊 他应该不会搬 这些反正也没空 哦 他就是一个先手压制 就是因为 比如说你要接的话 他以后从这边就搬过来吧 哦 他压制完之后 他他就脱先了嘛 甚至以后就就这样停一停 你这还有点薄 嗯 你推他就他就简单包扎一下 就反正就是处理一下 别让你下面的紫锹太高 嗯 我觉得他甚至司机把这个紫推死都行 这个牙很大 因为其实这个好胖牙就上 对啊对啊 大家看肉眼 它全是一个正方形的空 如果这个点线不成立的话 那太大了 所以他其实罪翁制衣不在这个下边 嗯 也就是说你你上班他就下班了 反正就跟你缠斗 嗯 纠缠了 你 这地方白其实下不动 因为这个扳先手 然后这个二路立 而且这个他可以先手立一下之后 这个先手就多了 这个管端也先手 对 这个漏也先手 这个漏也先手 其实黑的白的不太敢乱发力 对 你不注意这地方可能被牵扯到这个脚要出事 是的 是的 所以说如果你忍让的话呢 他就顺势搬一搬把这个地方定定型 因为这里 请不看已经有一个大跳的情况下 其实呃 白旗子孝已经不是很高了 哪怕最后这微信时空也能接受 就毕竟这多了个子 嗯 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旗的压力会远远大过黑旗 嗯 下不好会 子孝会变低 而黑旗的话呢 可 气可取 嗯 就这种碰靠很烦 你不能脱先 因为他马上搬下来了 没错 他怎么硬都觉得有点亏 好像硬不好就觉得 就是要是我硬没准就立一个算了 哦 又不想硬了 就是因为 嗯 立凡你硬了我都不理你 我就不理你了 就就拉倒了 就这事 让你便宜得了 因为我越硬感觉越 越不对 越不是那么回事 就被你缠缠住了 还不 要不立一个算了 但立 如果但如果你立不黑的是肯定能接受的 啊 对吧 就相当于把你压低了 所以黑也无不满 所以这其实很很难过去 我觉得蛮纠结的 实际是挺头 我该挺的会被这搬 搬他就让不了了 嗯 再搬太瘦了 就只能断 但他就顺势 顺势这样子打完了 他就是这个总体的这个中心思想 是要把你压破一下就行 简单包扎一下 把你的空把它压到少一点就行 二路先立一下 以免夜长梦到万一忘了 反正也不损 这个立完了 然后他黑漆现在贴了这个 然后黑的白的回首 我又下来真的不错 看吧 就他简单的一个处理之后 白的整个的这个边就被打穿了 而且这个班决现在黑的还形成一道 没错 音源形成一道后置 这里白的已经出不来了 白漆那就飞下去吧 主要是他不知道应该干什么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 那跳了这个之后呢 说实话就这种棋 如果你能知道干什么 你的水平已经高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就是这种时候你不知道干什么 是很正常 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就是你不知道哪步最大的 其实才是常态球 我们先要不要 这里我没有说谁实力不好的意思 就这种局面非常难下去 因为你首先第一 双方都没有死活问题 第二的话呢 每个地方都有棋 那每个地方呢 其实都是一些 只是一些目属和利益 比如说你去点它 你总不能把黑的点死 最多他让你活个脚 那活脚完你也不知道好不好 对吧 点死黑的是不可能 能活就不错了 那比如说这里 你靠下来或者接下来 这飞 唯控很大 但是你接完了之后 你就后手了 对吧 带人家下来 所以说呢 包括这个飞 对吧 也是破空 但是呢 也不知道大不大 主要你不知道这部棋的价值 到底哪不大 这这种棋真的非常难下去 对 大家再仔细看一下 其实双方都活透了 这棋 所以不知道该看 对 就不知所措了 它飞了一个 所以也算有点头绪吧 下部棋可以继续搜刮这黑棋的 然后黑棋靠了一个 黑棋碰靠完断了 这里可能是要寻求一个 漏过吧 估计是 如果吃应该是打过 嗯 那白了先打这个 然后再打这个 那黑的应该就拖鲜了 这样 啊 它先搬了一下 嗯 它就防开 搬出来拼命吧 好 然后应该贴起来 它它 对这个字是完全有想法的 因为那个上面全部看上味道很差 它如果把这个字全部留下的话 有可能上面就没起了 实际上我觉得 看到上下部棋 很明显白棋已经 这个打云飞已经觉得形势有一点啊 紧迫了 紧迫了 正常本手肯定是提的嘛 对 提的话呢 黑的可能是爬过 爬过 确实你看到 其我们看到这个 其实正好被别人顶在这个位置 就是说这里也 其我们会看到那个 论这个 这个老爷车的车技啊 我觉得还是 很明确 至少像到60多手的时候 50多手的时候 这个许家阳看起来 那个更纯熟一些 这个功夫棋的这个 实力啊 对 一档一飞 但确实大家看到这个 拔花这些 其实正好 人家早早的都给你压制住了 至少这里还有个桶 其实没多少空 以后关子这一桶还挺难过的 不知道怎么挡 对 它就挡得挺辛苦 就说其实没收获到太多的时空 就你的这些外事 我是觉得好像黑棋 他很清楚他自己要干什么 但是白棋就很迷茫 白的感觉上是有一点 白棋有点迷茫 这样的话这个边很大呀 这个边对啊 全全虚实控嘛 对啊 然后白棋的 然后他起码就搬了你一端 他就推嘛 这你也去不来 那这块起码安全呢 左边嘛他就不要了 你最多就把它控破了 他都是活的 嗯 好像从这一步来看 应该是有点着急啊 要不觉得好像对 要不然不会想贴一下是 正常是提 但你贴他一定会逃一下 我们感觉又亏了说实话 贴你因为你只能往回缩嘛 被人家跑了一下 他他只能粘回去啊 这个又吃不掉 那白的黑的先做活这个脚啊 这里不能冲动起了 这个脚不能被被吃了 他就把这个脚活了 你再拍一首 那不是这个子也死了吗 对已经跑不掉了 已经有点跑不掉了 那把黑的还能为左边 那感觉黑棋下的很清晰 呃感觉白棋界盘棋 我觉得黑棋下的很清晰 党运飞下的速度有点慢 嗯 骑的骑速有点慢 那前面的布局好像感觉 不是很连贯 主要是这两步 那不连贯 双压之后又回到了下边 感觉 呃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亏的 那只能把这个跑出来了 不跑也不知道干嘛去了 主要是 黑棋长一个 看起来 那只能把这三个气了 我先把这头捂住 对啊现在三个子也不是很大 没法要了 要这个赶紧搬吧 那黑的池 就把这个池 打池剔掉 大家有没有感觉 飞鞋的许家 就像一个坎坷车一样 对啊 他就这么慢慢的慢慢的往前开 这才是真正的 呃绝顶高手 开老爷车的啊 从来没有拿不起速度很快 就是一步一步往前推 然后推到你感觉你现在 你可能总觉得你不太对了 对就是你的 现在你的人生感觉被他推的 有点那个灰暗啊 知道你的信心 说实话你 我看到下部棋的时候 总感觉他今天进盘棋有点 有点别扭 对啊我就是觉得他下的 怎么那么别扭呢 你顶着这个这个拔花 你现在就围这个这个肚子 对吧 但这也不是风不风不住了 这这风也不知道 但你说你不飞呢 这个飞关也挺大 就是说他没棋下了 这个棋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不知道应该从哪里 没有无处落子球 嗯 虽然说这棋肯定是有胜负的 差距也很小 但是呢我还是觉得 你看这一串感觉没准又亏了嘛 因为你打下来跟班战 这个啊这个二的这个打 其实打一个后手拾木槿 可能也差不了太多 对吧 这个整个半天最后也被拔了 嗯 没有什么收益啊 看看黑棋 我说黑棋 再老 想要把这个搬 不他为什么不接受进脚呢 其实也有个疑问 进脚也很大啊 不是先进再说呗 那进我肯定 对啊 就压上了 就往里进了 哈哈 都管不了那么多 就这棋已经 时空再不进吃不消了 这个 关于这部飞 黑实在太悠然了 嗯 受不了了是吧 不 这在被黑的守住 因为关系这里 他守住完之后 比如说他有个立直后球 他不只是守 他就还有 他回头一鼓就挡不住了 我就想着你点进来之后 我压完了团柱 然后我就鼓一个就得了 那鼓我塞不行再把俩气了吗 但是如果你脚没 脚是黑鞋的 我没法气这两个啊 如果能活脚活到大 塞不行两个就不要了 或者说就让你出来 再说嘛 看情况 就是说你如果 简简单被他守住空 以后这地方其实还牵个鼓的 嗯 其中又不好 嗯 这空捞的好狠 搬一个 搬他就是你挡他就赚了呀 你再点进去明显就 他有可能虎了 不是 他你他就算贴嘛 他压住你已经好 你已经打不过了 对 你已经插半手棋了 你如果虎他肯定脱线了 嗯 虽然不知道他走哪 但他肯定是脱线了 就是 他 而且他以后搬个虎也不亏啊 还是得个鼓 能搬着一下总好的 搬一下总好的 对 不 我觉得从进程上大家能够感觉到 就是 当黑奥罗班的时候 呃 白旗开始提速了嘛 哈哈 这白旗肯定是觉得自己不太对 肯定觉得觉得不乐观嘛 如果觉得乐观肯定会硬嘛 一定是觉得形势不乐观 他才会这个脱线嘛 对吧 这个应该逻辑大家都能推理出来 就是如果一个形势好的棋手 觉得现在形势一片大好 那肯定这种不用动脑子了嘛 你办法就硬呗 你无所谓的 对吧 真的便宜到哪去嘛 你办法 那一定是觉得 呃 挡住在边线手 他不太好 对不乐观嘛 嗯 而且他下不棋很明确的就是明显是不乐观的下法了 断 总算要挑起战斗了吗 看起来 打了刷 他就是要啊原来他飞是要想断断他啊是这个意思 现在总算看明白了 所以有的骑就就得多看几步才明白他的什么意思 要玩刚才那个骑行啊 如果没有这部飞是不行的 没有这部飞被夹死了 对啊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轻轻短 到这里的时候 黑极一夹 这边一瞬就死了 对 这样一刷过来应该活不了 嗯就搬到这儿是不是粘完了 对对对对 所以说他得有一个援兵 这个也有个原因 嗯 这样的话原来他 呃我们会看到原来我们党一飞还是 使出了自己擅长的一个 这个攻击和绞杀 对 如果这是比功夫齐的话 我觉得他也快睡着了 这个这几步下了 我不太看好的 已经人要人人人都傻了 我直觉就是可能下到这步的时候 就是刚才贴下去的时候 已经感觉那个人不对了 嗯 对方吓得是那叫一个舒服啊 你自己吓得浑身不错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他就打了这样 先做个眼出来 这样是一个先手眼 非常简单 你必须得立 要不然打万一挡就活了 对 你立的话他已经拱出个眼了 那就往来打呗 对 他不能加了 他就这样打 这里给球摩刷 他这下千万不能挡 先摆出这里 他为什么没挡这个 球摩这里不能先痛快 给大家摆一下 因为他就说要用飞出 嗯 用飞出的时候呢 这下就不能挡 这下如果挡掉的话 你就飞不出了 这下本来刚才可以打在这儿的 给大家摆一下 他为什么 还会看到其实 高手们下棋都是有道理的 如果现在的话 就凉凉了 这被人家冲断你就死了 那就著名歌曲凉凉了 黑鞋就直接凉 全凉了 这个子没有这个子呢 是没有事情的 所以我们看到 很明确的到这里的时候 有一个双打字 那就变成白的凉凉了 白的直接炸了 所以说这样他飞就万无一失 这个战士是断不了的 是的 就是他一定会等到他 呃 呃 以后他以后他会挡这步的 他挡完之后他再去补个段 不着急 但是他现在他要飞出 他必须得不着急 防这个段 他不能挡 这器不能不能撞 不能让黑白棋把这头边硬 嗯 这都是设计好的 好了 慢慢往前看 白棋飞了一个 先考验一下黑棋 这边你是怎么硬的 那就拖过 拖一个 不 从这半期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有一种感受 就是呃 先不说这半期的输赢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黑棋全盘通盘未出一拳 哈哈哈 然后你就倒了 哈哈哈 如果是输掉的话 嗯 他全通盘都是在正常的呃 呃 就是 正常操作范围 然后正常的去 下的特别很清 对正常的那个推进啊 嗯 就通盘没有至少没有 哪一步棋一定在攻击你 对 然后呢你就没了 嗯 他告诉你你你出了 就如果是黑的赢的话 就其实这种棋很郁闷啊 就是如果输掉这样的棋 你会让你感觉到 呃 现在还好 现在你至少有个AI 可以回头去嗯 呃 测一下 知道拿不起自己下的不好 拿不起是掉了胜率 对 要没有AI的那个年代呢 你就 整个人都傻了 真回家就郁闷吧 就是 怎么莫名其妙就输了 哈哈哈 你因为这种感受感受 感受 观和感受会非常的糟糕 因为你 没 别人等于是未出一拳 他没下什么好期 你总体感觉是 他就下都正常的 对啊 吓得特别清楚 然后你就输了 其实这就是呃 刚跟大家说小故事就是 为什么说以前呃 大家那个年代啊 2000年前 或者2000年初啊 嗯 那个将近20年前 大家跟李长浩老师 吓的那种感觉啊 他吓的都是你会吓的招 但是他赢力也也赢的不多 对吧 也有时候也就是个两目胜 三目胜 甚至有时候就是个一目胜啊 但是呢 你吓完之后你会有个感叹 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输这般 有莫名其妙就输了 你觉得你发挥的挺好的 甚至每个地方你觉得你都占便宜了 然后你输了 嗯 很绝望的这种感觉 其实比被屠龙还要绝望 就对职业起来 就因为你屠龙 你只好知道你哪步骑下错了 对对对 被别人屠龙了 对吧 下队了能活 这种呢这个温水煮青蛙 煮到最后你 你都不知道哪排 哪步骑是恶手 他知道 但他不告诉你 对吧 他不告诉你 他不告诉你 他大概知道你哪步骑是恶手 但他不告诉你 你 你就你就痛苦了 像这盘棋呢 我们会看到这里之后 我有一种很 很那个明确的 你看看把黑棋的这两步嘛 都全硬 也就是说黑棋对 现在的形势是非常满意的 对对吧 你要说这底冲一下 其实是可以硬撑的 他是可以撑来几遍的 撑在这边 撑在这边这样转吗 不是转不转 他就说明我去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他对现在局势肯定是满意的 他不满意 他一定会想办法的 就是他 他只有他觉得形势好 他就不用想办法了 你走我都硬 我老老实硬就行 我觉得形势好 我去犯那个 说那个险干啥 就是我觉得很说明 就是对鸡盘棋的一个局势 像白乐没有去挡这个 很明显 就白乐觉得现在形势 有些吃紧 白棋长了一个 因为他也不需要走 我怎么看 他这防守是很严密 你回来说他可以顶 你下不去就有个斑断 那你补断他再挡回来 这都看得很清楚 对啊 他就 他应该会立吧 你如果顶他会立 他顶一个 对他会立 因为挡的话 这个章会是清楚 他会立的话 稍微救援一下 这边是有个段 他 毕竟这块棋只有一个眼球 他还得稍微的 顾虑 虽然说这个棋不会死 但是呢还是 还是稍微的照应一下比较好 比如说待会可以考虑 以后他可以顶过来 后这里有个飞刺 之类的 对 然后这时候白棋只能 呃被迫去收关了 跳一个 那只能是这样了吗 简单包扎一下 切 不是你看到黑的这种招 应该是黑的形式领形 嗯 就很单很单纯 你知道吧 我就是要我就是脸吧 就是 我脸上就行了 就是我也不造次了 我也不干什么了 我也不 嗯我不干什么了 现在的话你虎我就往中间灌 嗯 你独口我就挺这个头 很明确的就AB见合了 就是如果 正常你是虎这个虎这个黑的 就往中间跳 这一跳 你这里还不干不净呢 连自己去连 连的话我脚肯定是性黑的 你不敢掏我 掏我这仨就死了 对吧 牵制住你了 然后这一跳呢 中间也没了 说实话 球门会看见一个问题 其实 呃 因为这一串棋也是得势不得分 就是看起来很热闹 球门 白的其实还是没有 拿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如果挡回去的话 中间这个肚子也垮了 这里虽然冲断很热了 其实也没 没有实质性的打击到我一起 这个说起来 我想以前下过一盘棋 跟孔杰 那个时候孔杰呢 还不算很厉害 嗯 下完之后我就问他 我说我这棋我究竟下错在哪儿了 他说你下得挺好 哪儿都没错 然后 然后他总结了一下 他说嗯 就是这棋下到这儿的时候 你就输了 然后 我回去想了一下 我好绝望 我感觉 好绝望 嗯 因为孔杰也是这个 他也是功夫期的高手 死到的一个绝顶高手 对 所以说 呃 他说那个你没 就就你这棋下到这儿就输了 错不在你 对对对 你这棋下的都没有 如果我们这个话再就 找到那个绝望一点就是 错呢 不是你的错 唯一的错是什么呢 你抽到了我 哈哈哈 你抽签抽到了我 这结局已注定 嗯 其实虽然你我你也尽力了 棋下的也不错 但是呢我还是赢了你几目 我我下完了 我想了半天 我也不知道我下错在哪了 但是这棋反正就 我这盘棋我觉得 还是比较明确的 我觉得这个 他有些地方下错了 这两步棋还是明显有一个 是是 自相矛盾的点 因为被黑棋两边贴起的情况下 再去扩张经营这个下边 明显思路是有点不连贯的 这照道理应该是走上面的 嗯对吧 对就是封住这个头 然后然后再说了 不够不够再说 因为再回来没有道理 如果是再回来 那阿党这个棋 他前面这些招应 应该是体现飞这个 飞这个头 嗯 权力的精英下边 当时是呃 他可以走下面 也可以走这个 右边 那整体的结构 还是有点问题 看起来 然后碰到了一个 很擅长防守 推进的棋手 大家会看到 他特别擅长下这样的棋 所以说大家会看到 许家阳这个棋下的 就可能只能堵中间 可但如果这边挺一下 我觉得 整个 白旗的心情也会非常糟糕 就冲一下 然后冲一下 冲一下房间的靠码 已经联络了 他就把这一手 硬扛扛住 这一艇就感觉人没了 这个木全垮了 刚才彭老师做了一个 很痛苦的表情 就想到 哎呦我天 被人尝一下 这是这木啊 这是那种摇头的感觉 就是 想到这木一大把就没了 他没有可以干什么 他没干什么 不是你你也反抗不了 如果你时空不够 就就 这铁输了 你没有什么可以动手的 你没有什么可以 这个去折腾的点 对 我觉得 挡一飞应该是内心比较痛苦这时候 不挡也没气下 不挡怎么办呢 等下再一冲 这步棋应该是他判定赢了 如果 因为主要这块棋 我刚看了一下 应该不会死 这怎么断 不是 就说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所以说这步棋 其实是可以不下的 对 也就是说正常来说 他把上面补一个 因为这个脚肯定是三三拖是有棋的 如果这里再防守一步的话呢 应该是 如果够的话就就结束了 嗯 就是他靠的话 应该应该是担心什么 我觉得 他是不是担心这地方白鞋还是要动手 不会吧 这怎么动手啊 我也没说出来怎么动手 这怎么动手 还有种可能他觉得靠比那个大 哦 他说这这没看出有多大 这地方 这种说出来没看出来 有可能他觉得走后了之后 他可能这里有反扮有反击有白鞋 他不是担心会死 可能会我 呃 就是 推测啊 他可能会担心黑白鞋的一些搜刮 嗯 就因为他这里确实他捕厚了之后 他有可能把白鞋 比如说现在他有个挺先手的情况下 他这里已经有个冲 他又不需要连这了 那这时候以后这一扳 对 是断着黑白鞋的 所以可能是个后中线 嗯 然后白鞋脚上脱了一个 脚上之后他就给你了 就这时候他就判定脚上就让你活一块 嗯 然后他他 扭断 他冲击你中间对 扭断他就硬了 他就他就他就放放脚了 这个脚呢 你可以活他选 大概能活个呃 后手二十目 嗯 但是这个脚这外面一手旗现在也巨大 外面这个斑应该白的挡不住了 嗯 应该是这样一个推理 嗯 所以后面实战打击费也着急了 嗯 打 就是打这个 那只能往上拍了 提掉 然后再 应该是双方的判定都都 他肯定是觉得不够了 不好 如果正常下载 这里力是活的 打力就活了 就如果 从死活来说 虎一虎 嗯 但这里可能被两个被切了 他不觉得不够了 嗯 其实补真的不够吗 其实也不知道 嗯 嗯 他们俩都觉得不够了 哈哈 这好像两个人达成共识了 这件事 硬挺那个地方 硬撑 这个脚 说实话 那个黑的白的口 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抠 哈哈 怎么认为 这个硬撑其实也 呃 也非常的勉强感觉 嗯 而且这地方就是有一般 他一般已经 嗯 搬一个怎么 这就是怎么下的 感觉啊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下的 这 搬都不止 好像挡都很困难了 挡这部分感觉 冲进来 我这一长先手 感觉这边又 这边都快挡不住了 嗯 至少这里 这部应该是顶不住 硬扛扛住 那只能是 不是 这下 这下靠肯定是扛不住 这街上的话 这长就把它整死了 给大家摆一下啊 就是这里反正 挡也也有问题 不挡也有问题 白的黑的应该会先断 然后 我这边还有断 我这个 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也没法看了 这个味道 这一方好像已经 可能只能退了吧 味道污热的 不能再撑不住了 我们看实战吧 实战就这样 嗯 黑的先搬一下 这个搬真的 已经不是一般的问题了 嗯 看实战 应该是只能退了 感觉 撑不住了 他先点了一下 对 他挡不住了 挡 挡不住了 那太烂了 只能退吗 退了再说 天哪 这被冲死 很明显 白旗一直在拼 这时候 大吃 这个就 就算他的了 提掉 冲一下 党一飞一直在 拼搏中 拼搏中 嗯 他又要想把脚给撑住 又要那个 把中间不被黑的侵吞 所以这部靠 有何感想 以劲之动 对吧 嗯 这种靠 本身也有木 对 本身也有 尝了一条也挺大 在之前看看 白头还得延 你可能让我想800年 我都不会往这儿靠 可能是个后手 我根本就不会往这儿下 虎的怕黑的 虎的怕黑的 虎的怕黑的已经先有权益了 因为这里有个拱的胸 这形状上 以后有眼 这有个拱 这有个拱 他的局部已经活了 特别是拱在这里 一拱一拱 也就是说你 你未来他走 冲击你的时候 你可以让你断开 哦 那我现在明白了 靠一个如果他虎猪的话 他有拱 他有个拱的活的 留个活旗 那留个活旗 那他这边可能就要动手了 对对 他就可以下得更凶一些 所以说 这步靠 白的已经有点撑不住了 嗯 这种地方真的是 我就不会往那儿想 主要是 不会往那儿想 往这儿想的 我觉得都是 都是非一般人 就是只要非一般的 我根本就想不到这一步 主要是 但凡是一个一流起手 我觉得都不一定往这儿想 他的想法总是会很 对对对对 很让人出乎意料的 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 超一流起手的气感 这我完全就没有这种想法的 这个 反正我看见靠的时候 我进带了 这跟那里有什么关系 那那么着急 我这个不赶紧吧 明显这个三三要出事了 我这想的不赶紧吧 那我就三三没事 我赶紧抢个大关子吧 是吧 我比如说我半战也行啊 怎么悠然的 我这个往这儿靠你什么意思吗 就是 你仔细这时候再品一品 嗯 越品了 越有味道 这就是 你只要那个成年加量 对吧 但是 大家要记住 其实许家年纪挺轻的 对啊 他99年出生了 这简直是 所以说 像我们这老同志们就别吓了 英雄出少年 对 这日子没法过了 算了 这看他们的招 看到这个125 嗯 就 觉得飞人类招法 我觉得应该是低感 党一飞也是大吃一惊 然后越看呢 好像越烦 对 这哥们儿现在这么 就相当于先挺一招 走个关子 让我动 我突然发现呢 就是中间的这个斑 和这个脚上的拖三三呢 AB见合了 嗯 我补中间呢 他再补脚 他这个靠 以后挺进来 很讨厌是吧 所以我 走三三呢 他要搁我中间 对 很烦 很烦 非常烦 尝一个 我们看他骑吧 看不烦了吧 我也是希望这盘骑 说实话 我现在的立场是希望白的能赢 因为白的时候输掉的话 会郁闷 郁闷很 很郁闷 很久很久很久 今天的阿党会很郁闷 虽然拿AI最后可以 可以知道自己大概拿不起下错 但是呢 还是 没有办法 阻止这种 日闷 应该是提了一个吧 应该是提吧 接上 不活了 没有他没提 他没提 他没提是吧 他走了什么了 他走的这个 哦 我没看着 我以为他提了一下 他把中间给掐住 然后你只能活了 对对对对 因为这里被断了 让他再猴一下 他先团了一下 他是团的 然后他打他猴的 对对对对 他得先团的 他这个次序是这样的 他是得团 因为团队被他打了 打张还亏了 是的是的 下的是没错的 不能虎啊 虎的话 这个脚是个打结 或这个打结就变成一个无忧结了 因为现在黑企已经通了 上面已经被卡断了 对对 没有任何负担了 所以黑白的打不起这个结 只能是 所以只能最多团在这 嗯 就他先入党了一下之后 哦 这个这样的顺势就对了 然后黑企团这个 就 怎么了 嗯 看了这部团我想到了李昌浩老师 哈哈哈 想到了我们的石佛啊 就是 就是这种期让对方绝望的 就类似这种 对吧 没有干净 没有任何的力道 但是呢你你挡的时候 他这里有一段 很烦 你起 又烦了是吧 是烦了呀 这里有有有关子手段 这里有一个挖 如果你吃住 然后发现那边 这个段 他段有先手味道 就能这里打先手 这里又有个段 段一个好讨厌 那感觉 他以后两个有可能是先手割你 又割到你四目锡 先手成功 所以说呢你这里撑两目 那时候倒亏四目 所以你只能又含着眼泪退 含着眼泪退又亏两目 哈哈哈 是味道是好了 我觉得想哭了 这这已经想哭了 对啊 因为你你只有这两步可以下 现在你不能让他进去 重新去垮了 这边空拳垮了 你挡的话 他就会有一段 你处理不了了 这真的想哭了 所以你只能退 退的话又白损两目嘛 又哭了 除非这棋能赢 感觉是输了 其实我们说实话 从进程上看 我觉得 和黑棋接盘棋的这个节奏上来说 应该是黑得赢 就是说他就应该可以挡掉这下来 对他挡掉了 然后长长跳进去 没错 思绪太井然了 最后这一下你也管不到的 不知道这盘棋下完 大家对许家阳有没有一个 其我们有个全新的认识 所以我是觉得许家阳真的是很强的 就这其实吓得太厉害了 不 就这只能证明一点 这里也给大家说过故事 其实许家阳这前几天 在那个呃 孟柏河杯的那个四进二的时候啊 输 好像是输给了那个 敏玉婷啊 呃 对是的 输给了小米啊 而且那个呃 去年的名人战的决赛 也是输给了小米 挑战失败一比二 嗯 那看起来这个迷玉婷是比较客谈 所以说 跟许家阳下 你就得骑下的至少是 要凶 要凶悍 至少中盘要要攻击他 你这个跟他慢慢模线 来看这个样子 只要这个骑速一变慢 我觉得形势可以说是绝对不容乐观 他这种刀子真的 你完全想不到 这种这种 这种后中间的靠 对他的招你 你完全 你无法抵挡 对对 他这种 你无法抵挡 这种骑你如果是这盘骑输掉的话 我相信 对我们党一飞 二党一应该是印象会非常深刻 对 我相信如果以后再跟许家下 我相信他不会 他绝对不会再跟他下一盘这种老爷车的 一开始就想着一定会主动出击了 对 不能这么下 挡住 好像是输了这棋 我也觉得他不够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具体的判断过 我一直在数 挡住 反正再下几步这个棋就明朗化了 把这个弯了挡住 好像是黑的还行 黑的好像好一点点 好一点点是吧 好的也不多 非常有限 夹住 我刚才数了 我一直在其实刚才跟大家聊天一直在数 很细这个棋 好像黑的好一点点 是吗 原来是很细的 他这个猴是好细 但猴 是吧 因为猴的话你挡的话 这个段会是一个无忧结 如果是斑的话 其实我们会看到最大的区别是虽然你打得很痛一块 但是你这个 但是这个结不能乱开 白的黑的沾上完之后白的这个被爬死 所以说他这个单猴也是 他的目的就是就这个子 如果你没有不去下这个 他永远是搬过的 你只要挡他就跟你拼了 这里就看许家阳的判断了 他去搬 这个搬家又烦了 又烦 不是你硬还是不硬啊 我硬完里面是什么呀 不是你硬在天上他可以挡这个 哦打结了 这不全是结吗 啊 你硬在下面他发现就便宜了 那个结还未知 那我又烦了 对啊你硬 好吧 我又烦 那硬天上不行 他这顺不全是结吗 那个肯定他挡你肯定端不动了 嗯 你结应该打不过了 这怎么办 打 打吃 那就只能强撑了 真的还挺接近啊 看起来是 如果你你补下面 黑棋肯定就不打结了 嗯 你来就这样 那他已经便宜了 他就不打 本来你本来你是不会站在这 本来你应该打在这的呀 对啊 我就说 所以说烦了吗 就烦了 所以说就不知道你赶紧硬在哪了 要不然怎么说痛苦 哦 所以这种后半盘很细微的地方 六七 这很细微的地方我觉得就是 黑的大概有七十 呃一二目白的有六十三 这时候 就是三到六十四 应该是输了 应该黑的下 八九 那就是算他度过的 那得撑住啊 度过的情况下 就算白棋度过的情况下 对对对 那黑棋要打下去开结 那就没法看了 那只能撑我感觉要被开结了 这都打了 这都打了应该是要开结了 嗯 没这一档 这二两不敢开了就结 这明显称目看 这怎么全是免费的结 那如果这一下的话 那这上面差好多磨 1234567磨 这一个天幕出来 那应该也要小白这样 那怎么办嘛 那你这肯定是开不了了 这一抽 这全是免费的 对啊 免费的 看他下什么了 即将下出了 把一盘那个功夫器下出的 一种艺术的感觉 如果赢的话 赢的话太可怕了 他断了一下 赢的话阿长 我再不跟你下这个情 这样他来到78 白的应该输了 白七输了是吧 白的大概只有68到69 就 他应该这个比 这个太大了 这个有123456 有大概7到7目前 他这个断一个也挺有意思 他断一个呢 黑棋是可以拖先 但是拖先被他打 不是 断每一眼他就硬嘛 对啊 他就想弄点劫财 是啊 但是不够啊 应该就早就 顺理好了 嗯 那还是不敢开截 应该不敢开 没法开就截 他是下了什么东西 他就白七就尖了一个 然后黑棋提截 没法开这个截 提了一下 白七找个截 把他提回来 但是他白的也不能让 让就输了嘛 嗯 白的只能是拼关子 就是 搬一个 嗯 然后黑棋先点 那点就谈不拢了 那点就只能活命了 那点的如果如果说 打了再被人家搬一下的话 那简直是 点是不是有点过了 这没法过了 点是不是有点过了 没法过了 这是 点他人家日子没法过了 对啊 还被你打回去 打回去 他不想活了才是 我觉得 点这个不知道 点就又 伸出了一些变数 我觉得啊 嗯 嗯 刚才鼠应该是小胜 就打住应该也小胜 嗯 点太狠了 点 点白的日子没法过了 你要 你要把白棋逼成这个样子 那 好吗 这 白的有70 这跟任数没区别了 我觉得已经 这块32 这块32 白黑的77 嗯 确实 有点细 他所以他还是想拼一下 嗯 那这起还是很接近 双方 那这个 绝不能手褶 那白的只能提 这只能提 这不能被他逼成四目 那还有胜负就起 这假装只有四目的话 跟任数没有区别了 我觉得已经 就输了 然后突然就打了一个天下节出来了 那就看吧 看他们 那这样的话 这个算是个影子 嗯 然后他吓什么了 藏了一个 他哎 他刚才这个 断一个很巧妙啊 先断一下 因为你是 如果这样断的话 他不是解呀 我应该再逃一下 什么 还是不 阿朗那个 应该再逃一下是吧 对他应该再逃一下 那现在逃的 逃人家不要这两屋 那肯定拍下面了 他打在底下了 你一个 只有一个解 哦 你一个 早点再逃一下 这时候节就多了 这至少有 你可以铺嘛 嗯 铺他只能提嘛 有三个节 哦 他应该是 搬这个之前逃一下 或者是他点的时候 还不够精细 点的时候他逃一下 不够精细 这个 这个地方差两个节 因为现在这个棋 其实我们会看到 跟别的东西关系也不大了 因为那个脚已经出出天下节了嘛 嗯 哦 这个棋 白的不好走了 感觉 嗯 好像还是出现了一个小失误 看怎么样了 现在 现在不知道 然后 白棋提一个是吧 黑的也有食物 黑的就没吃着 哦 他虎了一个 然后沾上 这些也不一定 这药也吃不着 现在吃 现在是黑 黑棋提节 提节嘛 我们先把实战进程给大家摆上 然后再慢慢讨论这件 这个问题 这双方都有食物 黑的应该把这下至少冲 记得 这期没冲着 黑的没结了呀 这期 那黑的没结了 是不是有可能翻牌了 这期 是的 那现在就被战略部全管了嘛 这送了两个 两个 我要真敢拼的话 哦 他还可以搬 对啊 搬一个你咋整啊 搬我就打住啊 那我提啊 提就提嘛 提 我就撑住嘛 提哪个 我就打找个节撑过来 找个节撑过来是吧 嗯 还有节吗 不知道 哈哈哈 这是个问题 这是个疑问 不能提这个吗 提这你接节 我不全 你铺这个 那接着打呗 那怕啥呀 那我也不能接啊 这是我只能打呀 没办法呀 不我看白起好像没劫财了呀 我觉得 你这个已经不是劫了 这个场也都不是劫了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劫 这个也很大 这个巨大 但是这个不能乱走 十一十二十三 十四十四十四 这个数不清那麽这个 没有这个团 他团 那团不上了 全垮了 团不上了是吧 这个应该是劫 这个应该是劫 十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十二十七十四十五 他叫爬之前他打一下嘛 这个我觉得好像这个不一定是 不是他的失误也蛮明显的 他这个爬 他提在这时候他应该打 先打一下然后再打是吧 至少再打两下也行 他只要保 他打两下只要保证这个是结也行 因为这个现在一个结都没了 他现在这样抽 不是至少能抽出三个结 他他这下别爬嘛 能打的呀 你还没断我 我先打嘛 你没机会的呀 这七个 这后面感觉 确实这步爬也炒出来了 感觉 这爬一个好像有点冲动了 不是他吃了再爬嘛 他既然准备爬 这个肯定要先先续两下的 反正这打两下也不亏啊 不他准备爬肯定不亏 如果是打那个 关子的结 他这个是损劫财嘛 但是他打这个天涯结 因为他一爬人家也没法硬了 很有可能只能断他去了 已经白的没法 没法让了这个地方 对吧 所以他抽一下不亏了 接下来没抽 现在只能用这步斑了 他也没接了 现在中间这个冲不还是有劫财吗 冲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结了 这个很大呀 这个冲点感觉不是结了 你沾上1234567 这损了两手7 这损飞了 自填了两手得也是 填了三手 打了也是损一手 这地方损三手7 把你损 我知道了 我应该搬一个 然后等你等你打回来的时候 我在沾上给你打结 这样是不是好一点 可能好一点 稍好一点 他好像只能一路搬了 现在没有结了 看实战吗 他是搬了 对他只能一路搬了 他就是搬了 他反正但是白的中间 这个套吃是结啊 啊 白的能撑住这个结的 我们看实战吧 好像这个时候突然开始紧张了 白的只能吃吧 好像 搬我只能吃 搬了一个 他走了什么呀 他应该去吃了吧 哎 他走什么东西 他去 搬一个他是 但是刚才是白起 在这结在白起手里边 没错吧 对对 然后他搬 他这 他先断打了一下 那就是他担心断打 对他怕不是结 这样的话 他这个是结 他这个 这个桃是结 桃也不是结啊 为什么是结 桃不是结 他打是结 他这样多吃一点 多吃一点 桃不是结 说错了 这已经有点晕了 这这这这 怎么关子下成 下成了一半 对啊突然 哦 今天转换了 呵呵 这让黑的输了 太冤了 这棋 这棋如果说输了的话 那 黑的精神崩溃了 哈哈哈 这回家轮到许佳阳去 这个 啊 许佳阳自闭了 对 要去撞墙 他有一个很明显的机会 他把这几家抽了 应该就赢了 对 他抽到四个吗 只要抽到那个白的 不能不硬就行了 嗯 他这个底下这个抽 都居然没抽成结 打吃 这个 这个失误太大了 冲过来 本来是应该 嗯 这个棋 刚才是小胜的 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还没有判到 他这还锁了两目 哇 这还没冲着 这也没冲着 全垮了 这怎么 这个亏两目 这个亏两目 这也冲不着了 这些人都会有失误的 你们不能指望一个人 从头到尾都不犯任何错误 是吧 所以看来 嗯 我们李长浩老师这种棋还是不好下 对啊 哈哈哈 不好学的 这个不是人人都能当成李长浩的 对 车技稍微差一点 稍微出点瑕疵 就就翻车了 他得常年累月的那种 我们看 我数一下目了 你来摆我 好好好 我看看他走什么了 他团一个 然后 他团一个 他干嘛不度过 哦 他不能度过 我突然发现 我本来以为他能度过 然后发现他打完了一沾 他就是打了 他接不上了 刚才只能是回缩 他狗了 狗了一个在这 嗯 然后 连一个 粘上 立下来 白鸡团 团应该是接上吧 团肯定得接 对 那这里还有一个拖 对啊 他就是单拖了一个 真讨厌 这还得缩了 嗯 白鸡虎猪 我都喜欢等他们收完了再数目 要不然容易出偏差 87 这好像已经没什么目了吗 我看来看去 26 7 好像还是黑的赢了 黑心赢了 好像还是黑的赢 哦 7 哦 他是这 然后他走完了沾上 白的只有75 他是他是刚才 他提了时候 他搓完了沾上 然后再提回来 是吧 他冲了一个 冲挡住 然后再下什么了 还是黑的赢了 嗯 挡住 还是黑起赢了是吧 嗯 他收什么了 他猴了一个吧 他是团 然后他提结 提这个 提这个 哦 他提了一个 这是个四母 白的黑的还是赢 嗯 那脚死太大了 确实 我也觉得转换 涨上二十多目呢 那还是不行 依然不行是吧 嗯 有点郁闷 啥的 那后面有点紧张 就其实因为 他没有充斥这几下 是有点紧张 嗯 结材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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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就要粘上了意思 硬粘上了 然后黑系团柱 嗯 然后黑白白 就逆收住 嗯 哦 这个已经充掉了 现在 有没有关子了 团出了这个 现在白七把这个打了 他没有了 已经 44 54 我算了 62 但是 78 78 黑白七来到78 可以29 哦 他刚才挡住的时候 黑系拐了一个 然后他来到87 接 次序摆得有点乱 4849 50挡住了 然后黑器搬拐了 86 搬拐了87 黑的来了87 86 黑器就把这个让了 他走不了 他这里有个副 哦 他不能接接就大龙死了 没有注意 他这个提示先手 那我就把这个打了 然后补掉就完了 打10 再黑的得补一个 马上结束了 然后把这个 给他黑的白的把这个 沾上 就定局了 那就没有了 应该是盘 9好像 盘9吗 267 但是黑器守活 那应该是 那就盘10 盘10吗 现在还没有显示结果 11 12 13 14 17 18 19 22 23 25 26 27 28 29 30 31 我数是盘 盘8还是盘9 34 有点 有些体子没数清 35 35 45 55 65 65 67 67 87 我数了77 你数了多少 呃 黑的是87 那就盘10了 10 21 23 25 26 27 28 29 我想一想 这全是木 他这个是黑的先齐的 哦 30 这是 40 41 这里打过了 43 44 46 47 48 49 11 3545 56 57 58 59 66 62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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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83 84 86 86 我怎么数了86呢 我哪儿少数了一幕吗 没有 86 我多数了一幕 哈哈 多数了一幕 我看看是最后是267首那应该是盘8或者是盘10 那看来哪儿哪儿数的不对 我们是86对刚才是87是因为这样 这个我有数了一幕 哦 所以说他张完只有86了 那是盘8 没错 有可能是 这么刺激的吗 43 34 3536 61 43 43 43 那就是盘8了 43 44 5 46 47 48 49 50 50 53 54 556 57 58 59 60 70 77 72 73 75 76 78 刚好盘8 哎 那应该是黑的四分之三 就是盘8了 这盘8了 我说我哪儿好像数错了 后面 但如果这个图输的话 白的好像没办法呢 我觉得黑喜记下的很不简明了按理说 黑的先吃掉白的应该不行 对啊 应该是白喜是不行的 那个结应该是不行 本来是那个打印非不太行的 虽然是就是看起来很紧张的样子 但是实际上 他先抽掉应该 而且先抽本身就是结 他在他爬这个之前先抽嘛 对对对 那个还没断呢 白的没有办法反抗 这先抽几下应该就 呃就结束了 后面是有惊无险 由于这个 呃 右下这个一路吃没有做成结 然后中间才形成了一个大转换嘛 要不然中间不会掉 我会起的那团子 那这盘棋最后的结果应该是 盘八 盘八就是黑之黑的许家阳 是以四分之三子的优势战胜了打一飞 对眼花辽断的关子大战 呃应该是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看到那边的结果 但是我们刚才觉得 这是杨顶星应该是已经赢了 那最后的决赛应该是由许家阳对阵杨顶星 对这边结果出来了 四分之三子胜 对那我们数目还是没有问题的 总算数对了 但很不容易 好 那呃 决赛是后天 请大家继续关注吧 好 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